包含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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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钠等等 好那很多了 包含钠跟钠构成骨骼 我们学习树中的铁就是芽、铁、离子 那叶绿体中间有铁、离子 我们一样做这个列表 这列表不会讲很多 钠、离子当然跟钠共同形成骨骼跟牙齿 可是钠跟泥血有关 我们在学习会提到 而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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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钠会跟神经有关 我们会在神经那个章节来提到 那其他的我们之后再说 铁形成学习树 那点是形成甲状腺素 甲状腺素含点 那钠呢 这个控制成特殊 它在你体内会帮助你B12的形成 或是吸收 而B12帮助红血球的生成 RBC就是红血球 Red Blood Cell 我们台湾翻译成红血球 对外翻译成血红细胞 好那你只要钠不够 或是B12不够 红血球就不够 就恶性贫血 所以有可能是缺B12 有可能是缺钠 反正不论是谁都是营养不良 好那这是钩的一个介绍 所以我们贫血有很多原因 有些是营养不良 缺钩 缺B12 或缺铁 有些是肩天遗传疾病 就是颜统性贫血 或是地中癌贫血 有些是因为循环性有比较差 或是低血压 一站起来就头晕 那叫低 知识性贫血 贫血有很多原因的 好以上就是矿物质的介绍